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电视节目的主持人问大家说 当年轻人拉到第一个手机的时候 他首先会做什么 观众都猜 马上打电话给自己的朋友 不对 答案是他会立刻上社交媒体 从1995年到2010年出生的年轻人 被称为iGene iGeneration 因为他们是在智能手机出现的年代 iPhone是2007 iPad是2010年 所以根据2019年的一份调查显示 美国青少年在11岁的时候 有53%拥有智能手机 到了18岁的时候 这个比例升到84% 这小小的电子产品 完全改变了年轻人的生活 从他们社交的方式到他们精神的健康 方方面面与前一个年代的孩子们完全不同 喜年代那种敢派对或者和朋友出去购物的现象 已经不再见了 在这儿起的是窝在家里面上媒体玩游戏 甚至连电话都很少讲 只是不停在那里发短讯 他们缺乏实体的互动 过分的私人化 任意的攻击别人或者受攻击 让无限量的资讯进入到脑海中 使得这一代的年轻人变得精神上更加的脆弱 从2011年开始 青少年心理的疾病跟自杀率 如冲天炮一般的高升 许多心理疾病的专家都指出 这和年轻人普遍使用智能手机有绝对的关联性 好比说一份调查显示 8到12年级的学生 比他们上一代 Generation X 花更少的时间做功课 更少的功夫出门玩耍 更不愿意打工 多半的时间都躲在房间里 上社交媒体 或者玩电脑游戏 他们与父母更加的疏离 一份国家药物控制中心所资助的调查 显示出 8年级的学生 每周花10个小时以上 在社交媒体中 比少过这个时间的人 要多出56%说他们不愉快 经常使用脸书的年轻人 照理讲应该有更多的朋友 但调查显示他们觉得更孤独 每天会花三个小时 上电子玩电子的设备的人 他们有35% 更高的可能性会自杀 显然的 科技带给人方便 但也造成心灵的伤害 做父母的 会管制青少年不要喝酒 不准吸毒 或是去开派对 但是是否也管制他们使用智能手机呢 对基督徒而言 最重要的就是要引导他们 走在神的真理中 所以我们应当花时间 跟他们一起亲近神 谈论他们对神的经历 好让他们得到神的保护 愿神帮助我们 谢谢